雖然看起來不一樣 但實際上就我感覺是一樣的東西 而且以後不管哪個環境 最好是你要寫VBA轉一下 你要寫Windows轉一下 你要寫Web網頁馬上轉一下 你要寫App轉一下 其實都一樣的東西 只是說你要了解他的差異點在哪裡 有沒有 其實都差不多 我覺得有時候反正就是換一個東西 再來了解說他不同環境有哪些不同的 可能像我們剛剛比如Random 他有那一件你就抓那一件的函數 他如果沒有你就Import 像Random他沒有 所以Import進來他裡面就有個方法 另外就了解說他裡面這個東西 到底怎麼作用 比如說為什麼我知道 他這個地方是產生0到0.09的數字 其實很簡單 像在VBA裡面 有一個很方便的功能 就是游標放上去有沒有 按F1 他就跟你講 這個怎麼用 所以以後答案都不用外求 只要記得什麼 游標放上去 按一個F1 那F1按第一次的時候他等比較久 因為他幫你鍵Index 他第一次執行才會鍵 之後就不用了 之後就按一下就馬上跳出來 他就幫你把裡面這個RND怎麼使用的相關的說明檔就幫你準備好 接下來你就是把它讀懂 你就知道怎麼用了 OK 所以其實延伸性還蠻大的 出來了有沒有 RND 這個可能他有些元件要裝 它裡面是什麼樣的作用 有沒有 它是一個Single的值 內容是一個亂數值 這個亂數值的話 他會跟你講說 他是 還有什麼一些傳一些引述 不過他是說什麼小於0 大於0等等的 他請注意 OK 但不等於1 有沒有 這就是我看這個上面的敘述 底下有一些 甚至他有一些關聯的東西 請參閱 相關的東西 如果 除了用什麼 用那個RND 有沒有其他可以用的 他 這邊有一個什麼 Randomize 各位可以 其實產生亂數不是唯一的方法 另外你也可以用什麼 用Randomize 這個我記得我有用過 那這有什麼差別呢 我之前好像用過就是說 他用RND有一個缺點 好像會不斷重複同樣的數字 可能啦 OK 那如果說你不希望他一直重複 比如說剛剛 剛剛跑過的數字又出現了 又出現 那就不是亂數 所以你可以再執行一個Randomize 的那個 這個去數 跟他講說 幫我 有點像什麼 把那個裡面的球再揉一下 不然的話每次都抓到同一個 有沒有 揉一下 感覺那個Randomize 有點那個味道 那其他還有什麼 Timer 或者是亂數 如果你要取亂數 還有一個方法 用Timer Timer什麼呢 讓時間 反正第一秒到第60秒 也是一個亂數 1到60 那如果是你要取什麼 1到20的話 你可以把1到60除以3就好 有沒有 他跳 比如說他跳 就是反正除以3之後 如果是21就是1嘛 對不對 OK 那41又是1了 這樣可不可以啊 也是個方法嘛 用Timer來當亂數可不可以啊 因為你抓的時間點 所以方法蠻多 只是說 比較好的方法 是用RMD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 在那個 我是覺得VBA這部分做的 比那個Python 來的完整 因為你看 按F1 跳出來了 OK 那另外如果你要取裡面其他的函數 你會發現VBA 所有的函數點下去 他就幫你列清單了 有沒有 所以你拿一個不會 你就拿一個抓一下 當然你可能要大概知道哪一個 你就是把它輸入上去 再來就是說呢 可能如果你實在不了解吧 你可以 在 在到上面這邊有一個那個問號 按下去 他就會幫你把什麼呢 VBA裡面所有你應該知道的物件 跟他的一些 可能一些參考用書嘛 比如說VBA的程式語言參考 有沒有 參考裡面不是有函數嗎 你就把函數 不過他是A到Z列表 如果說你要真的徹底學會他的話 像我以前是做什麼功課 就拿一本筆記本 把A到Z每一個函數全部都讀過 並且做筆記 你會想說不可思議 但一定要這樣做 為什麼我可以知道說所有功能 你不問我我就知道 因為我全部都讀過 那這樣我就有信心了 我就沒有遺漏了 不過這樣很花時間是真的 所以這個 我說我做功課是很笨的 因為我是幾乎都是那個地毯式的 只要感覺好像我應該知道 我又應該知道 像出國旅遊也是一樣 所有可能想到的問題 我一定都會把他注意到 所以我老婆覺得 每次跟著我就是放心 他覺得是我是 什麼 那個GPS 是人體的GPS 非常好的工 所以我覺得我們是最好的 最好用的工具人 對不對 所以我發現我上了課很多時候 都是把教導大家成為工具人 因為就是把大家教導到很會使用工具 本來就這樣 生活裡面就是解決問題 OK 那我們慢慢定位就是我們的最大功用 就是替別人解決問題 產生價值 所以哪一天突然 我們沒辦法替別人解決問題 可能我們就沒有 價值 OK 所以你那 為什麼你要活得有價值 對不對 所以每個人活著都有價值 像剛剛同學說要去排隊 排隊為什麼 因為要買到那個甜甜圈 還要打卡 還要照相 他就覺得說他活的是 被認同了 因為他可能 有這個東西 所以我剛剛提過 如果你要學VBA裡面 這些東西 每一個其實都可以按F1 像WHILE對不對 可以啊 另外就是說他其實 VBA很特別 他除了有Do WHILE之外 他另外還有WHILE WAN 兩個結果會不會一模一樣 其實我發現一模一樣 你可以把Do WHILE改成什麼WHILE WAN 那這樣結果會不會OK呢 好像跑起來是一模一樣的 我實在不理解 就是為什麼他兩個一模一樣的東西要產生兩個東西 到目前我是沒有答案 我發現都一樣的東西 但是可能官方說法會是一個是新的一個是舊的 那你高興用新的你就用新的 你高興用舊的你就用舊的 那你為什麼不把它刪掉呢 沒有 因為我們要符合新舊 你要堅固嘛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 Python他有個好處 他就是沒有這兩個東西 他不會說一個Do WHILE 那一個是WHILE 幹嘛用兩個 OK 所以基本上他就把不需要的東西都幫你拿掉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可以用WHILE WAN 你也可以用Do WHILE OK 其他部分的話也許各位再多了解一下 基於細節部分的話 再花一點點 因為我們下一個單元 我們在雲端白板上面就是VBA的重要函數到Python 有沒有 就是說 前面有寫過的東西 也許你可以再把它怎麼樣 改寫成那個就是VBA 比較兩者之間的差異 這樣的話呢 以後不管說你今天是用哪一個 一個環境 你都可以把你需要的結果給產生出來 所以我這邊有提到就是說 假如說我用那個Input 也許可以用Input Box取代 一樣丟過來嘛 只是說在那個VBA裡面比較沒有 那麼嚴重的要求 你一定要形態正確 也就是說你丟過來 反正他就是給你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值 這個值的是萬用的 他可能可以是數字 也可能可以是文字 所以你會發現 但是有時候也蠻有可能會出錯 所以有時候 要不然就是說 輸入年齡 你怕錯 建議還是前面再加個int 我這邊是沒有加 不過你會發現沒有加 最後比對也會是正確的 這個部分僅限於什麼 VBA如果說你是在Python裡面沒辦法 你一定要轉型 如果沒有轉型就錯就對了 因為Python 跟其他原樣 跟Java一樣 你形態錯就是錯 那VBA很特別 型態錯還是會對 所以有的人以前寫那個VBA之後 再寫Python 有時候常常忘了那個 知道型態正確的問題 其他還有一重 兩重跟多重的邏輯敘述 OK 所以像我剛有提過 假如這個有差異的點 你可能要稍微熟悉 其他的話 我們好像要練習BMI 所以這個BMI部分的話 可以把它做改寫 其他的話 當然在那個VBA裡面 還有其他的相關物件 那VBA跟Python 我是覺得最大的不同點 就是說 VBA裡面已經有Excel當資料庫 也就是說 你可以把Excel拿來當什麼 儲存資料的地方 第一個 第二個 在VBA裡面有表單 你可以畫漂亮的表單 OK 那Python的話 要做表單 又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OK 你們如果在這邊 可以看到 就是Visual Basic 按右鍵 可以插入什麼 制定表單 制定表單裡面的話 你可以很快的 在這邊 假如你要讓人家 輸入什麼東西 你可以給他一個文字框 然後如果你要讓他確定的話 可以按個按鈕 如果你要讓他下拉清單 什麼的 這邊都有 下拉清單 還有什麼呢 清單 下拉清單 這麼拉一下 他可以點擊 如果你要放圖的話 這邊有一個什麼呢 有一個圖像 圖像 就Image 你也可以讓他載入一些圖 這些其實說真的 如果用Python的話 打得麻煩 所以有的時候 兩者之間你要知道 如果 就不是他的強項 你就不要硬是要叫他做 因為他就是做得到 但是很辛苦 因為畢竟他身高就不高嘛 你就叫他去打籃球 你不是為難他嗎 對不對 你那麼個子那麼矮 你就要去打籃球 隨便就被蓋火鍋了嘛 個子高了就去 對不對 做應該做的事情 所以 個子有個子的強項 你要注意一下 所以 在那個VBA裡面 有蠻多地方 像 如果我們把 以色列當資料庫的話 經常會使用叫Range 範圍有沒有 你可以單指某個儲存格 或者某個範圍 這邊我們有相對應的那個 其他的部分 不過 這部分我覺得 可能不是 太重點 而且前面我們有一個課程 就是針對VBA 所以 這部分給各位當成是 那個 也許回去 你們盡量可以把前面做過的範例 盡量看能不能試著轉換成那個 就是VBA 兩邊如果可以互通的話 那以後的話 你就可以自由選擇 你可能要哪一種方案 另外其實就是說 在那個Excel裡面 我剛剛講過了 他可以自由的增加你的工作表 那這個好處就是 其實工作表就可以拿來當資料庫 也就是說 在Python裡面 他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你要儲存資料很麻煩 那怎麼辦 要不就存在檔案 要不就是存在 那個SQLite資料 那個部分又是另外 額外要去做的 也就是說 相對起來 我覺得簡單的東西 Python 那個VBA可能會比Python更適合 那接下來的話 後面 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就是把那個 就是剛剛的練習題 轉成VBA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如果我希望 剛剛拆題的時候 是一個無窮回圈 畫有E 那這個畫有E 意思就是說 反正你一直幫我進到回圈 直到拆對為止 我才能夠離開 所以一定會有一個 畫有E 然後Break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 請你幫我改成 我不要無窮回圈 我希望你只能夠猜幾次 不能那麼多次 猜三次 你三次沒猜對 我就不跟你猜了 那可是問題你要怎麼改 只能猜三次 三次一到就不能了 三次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要從哪邊下手 第一個的話應該是這個 這個就不能用畫有E 那改什麼呢 可能又改for了 for i 有沒有 i的話是次數 in range 所以你這邊的話就in range range怎麼樣 只能夠跑一次 兩次 三次 因為這個已經有一次了 所以第一次 所以呢 這邊的話你可能1 0.3 就1 2 跳了就三次 OK 那這邊的話加一個冒號 但是問題來了 第二個 如果說我今天讓他跑了 有沒有 這個是第一次 第一次輸入了 然後比一下 然後再跑一個回圈 第二次 第三次 那如果說呢 他今天假如已經 跳離回圈了 那你就print跟他講說 很抱歉 你最多只能夠拆 最多只能夠拆什麼 3次 所以最多只能拆死 所以這邊的話你可以print他 跟他講說 這邊 最多只能拆3次 清探號這樣子 OK 所以這邊的話他就進來 然後一次2次 加這一次3次 但是問題 break的話 猜對了 break break之後他還是會跳這個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猜對了 就直接離開 我們前面有講過 直接離開的話 你用break是不行的 好像我們 上個禮拜有一個那個直數 那一題 就是說 如果你不用break的話 要整個跳離 就是不要執行下一行的話 那我們可以再加一個什麼 這邊不能用break 不然的話他會變這樣子 猜對了 假設我今天 直接執行 看一下 這邊把它改for圍圈 當然理論上 10 第一次了 OK 有沒有 直接就對了 OK 那所以你會發現 猜對了 break其實也離開了 但是呢 他 只是 break意思說 跳離這個回圈 但是他沒有跳離程序 所以下面那一行呢 還是會被執行到 所以你會發現 恭喜你答對了 最多只能猜 這些敘述好像多餘的 那怎麼辦呢 如果他猜對的話 你可能就是要 整個離開城市 有沒有 那整個離開城市要怎麼敘述 對 你大哥果然是 好 有做功課 好 所以特別是 OS還記得吧 這邊可能OS要一件import 所以這邊要打一個import OS 這個東西 那OS其實顧名是 operation system 就是說做一些 檔案的存取 可能用它 裡面蠻多的 可以自己再查一下 break就不用了 你就打一個什麼 打一個 這個 OS 電 打一個EXIT 不過他好像 會有一個底線 這個底線 然後status 補0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我就 恭喜你之後就不要再執行下一堂了 直接就跳離了 OK這個應該有印象吧 如果沒有印象 表示上個禮拜 你可以重聽上個禮拜的影音檔裡面有特別強調 如果這樣的話 理論上我看一下應該 如果猜對的話 他就會 10 太高了 所以應該在 5 不過最多只能猜 3 3次 2次的 然後 太低了 所以現在只能夠 6 7 8 9 太低了 所以應該猜多少 6 7 8 9 1 4 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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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然後這個細節我想請各位看一下 就是 剛剛主要重點 一 就是那個有關VBA的部分 就是說 那個之前講過的東西 都可以再把它轉成VBA 不過這個蠻花時間的 但因為我們課程重點還在拍商 VBA只是有點像點綴插花式的 前面也有講過 所以VBA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再去看一下我之前的課程 另外就是說 再來限制 特別是說本來是壞 你要把它改成 再跑幾次 這個是第一次 這個是再跑幾次 所以1到2 那就是跑兩次 只能跑3次 然後記得BREAK要把它改成 OS.EX 0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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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